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的6月16日 阿兰终于出差回来了 解放双手的我又可以再次出境了 大家好久不见啊 昨天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条新闻是说山东省烟台市要求高中、初中、小学的老师退回以发工资5万至15万金额不等 并同时接受降薪 因此众多老师罢课聚集抗议 老师们降工资最直接的原因当然就是财政没钱了 但是财政没钱不止他烟台一处没钱 也不是今年财政才没钱 前两年其实已经有很多体制内的员工透露说自己被要求退回奖金或者减薪等等 像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甚至还成立了减薪办 我们结合前两天国务院办公厅刚刚印发的一份叫做 关于进一步推进审议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地方财政困难已经到了一个让中央不得不去面对和处理的绝对艰难时刻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做一回皇上的护部侍郎给他老人家算算账 看他是如何一手挖出今天的财政赤字大坑啊 话说皇上刚登基头两年 由于位置还没坐稳 所以呢也没什么大动作 大家都没看出来 这位新军到底有什么宏图大志又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直到时间来到2015年左右 通过反腐和打摊清理完政敌坐稳了位子的皇上 终于开始战露出他的野心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需要大量的钱 去国际上撒币招揽小弟 养更多的军队威吓台湾 而显然当时的国库不够支撑他实现这些理想 于是他开始朝民间搜刮财富 我猜皇上当时一定是问了他的狗头军师们 中国哪个行业的收入最高啊 奴才们回答说那当然是金融业呀 皇上要是缺钱可以先拿他们开刀 皇上一想金融圈正好没我的人 那就先让他们多缴点利润上来 钱就从他们的工资里出 这帮人福利待遇都太好了 民间早有怨言 看了他们的高薪还能收获一波明星 就这么干 于是各大报纸开始刊登各行业收入排行榜 金融业赫然排在榜首位置 狠狠拉了一波仇恨 眼看气氛酝酿的差不多了 金融机构的领导们开始带头作秀减工资 比如工行的高管们就表态愿意自降百分之三十的年薪 然后下面的所有员工就要被迫全体跟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皇上开始打贪 倡导连节奉工 于是所有员工的节日福利再也没了 连端午节发几个粽子都被定性为铺张浪费 最后是第三步 推行丧心病狂的七星政策 其实七星这东西国外一直都有实施 只不过到了共产党手里 再公平的制度都会成为他们制造不公平的剥削手段 七星制度就是如此 我拿我已知的给大家举例 有一家银行实行七星制度 规定员工的奖金每年40%要扣押在单位算七星 之后的两年按每年20%再还给大家 但是如果你辞职七星就没收 如果你被单位扣罚 那么钱就从七星里出 一旦实行这种政策 也就意味着实施的第一年 你有40%的奖金被单位扣留 从第二年开始 你留在单位的七星都是60% 而且辞职就没收七星 这是很不合理的 别人的合法劳动所得 为什么能被随便没收呢 但是很可惜 中国的劳动法就是摆设 你没处说理 自从有了七星制度以后 银行里的罚款条例变得越来越多 单位想着罚的要把你的七星扣完 以前小翠我所在的银行 领导们甚至发明了员工各类违规 第一次扣罚2000第二次4000第三次8000的翻倍处罚条例 但是七星制度也好 扣罚条例也罢 对高层均无效 只实施在普通员工身上 这是明着把皇上要的钱全摊派给了基层员工 也因此导致很多金融界的朋友 开始自称金融民工 正是因为剥削和压迫 一年比一年狠啊 当年金融界大减薪的时候 体制内员工们大多是心灾乐祸的 不过我一早就同他们说过 在当今朝 皇上对民间财富的搜刮 不会仅限在体制外 割完我们最后也会轮到体制内 唯一豁免的只能是军队 因为咱们皇上是太祖爷的好学生 牢牢记住了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 何况要打台湾 要对内镇压都得靠部队 这不才过去多久 减薪运动就轮到体制内了 甚至浙江省还专门成立了一个 叫减薪办的恶心部门 前几年嗅觉比较灵敏的一些体制内员工 已经未雨绸缪了起来 搞副业的搞副业 抓紧捞钱的捞钱 但是如此一来 他们等于是把自己身上的压力 又转移给了基层百姓 抢占了普通百姓的谋生机会 这又会加剧民间财富的减少 我们换个角度 这种心态 其实也同样适用在地方政府身上 我们试想一下 自从税制改革后 中央分去了地方的大头收入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不折腾 国库充盈 地方实在困难了 还可以找中央要支援 如此一直相安无事 但是到了当今圣上这一朝 眼看着皇上迅速败光了家地 各级地方政府的安全感就渐渐失去了 他们已经感受到中央能给的支援 只会越来越少 不仅如此皇上的胎教经济学治国已经搞死了一大堆赚钱的行业 甚至还搞死了地方政府的血库房地产 向来饮吃卯粮的地方政府这才感受到了真正的财务压力 以往借东债还西债乱发债乱挥霍的烂账迟早兜不住 李克强又表态了 李克强又表态了说中央没钱支援地方 于是地方政府只能化身黑社会收保护费自救了 各地乱罚款的现象是层出不穷 这还没完 光收保护费也还是周转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只能拿体制内开刀了 教师 医生这种事业编制的员工就首先遭殃 接着就到各基层公务员 该扣罚的扣罚 该减薪的减薪支援地方财政 接下来我估计地方政府马上就要卖官预决了 以后地方公务员不用考 直接改捐官就行 一个事业编制多少钱 一个公务员编制多少钱 升一个处长又是多少钱 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的治国经验 该拿来用的时候 我想共产党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地方这么乱来 中央自然看在眼里 也觉得心里没底 这不 国务院办公厅这时候 为什么印发审议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呢 为的就是摸底 中央想让地方都交个底 你们到底财务状况怎样 每个省底下的各个视线 哪些还有救 哪些是完全没救了 你们打算保哪些地方 弃哪些地方 各个地方财务运转 能不能正常撑过二十大 会不会激发明辩等等 这些事都是中央想知道的 其实说穿了 中央就是两个意见 一 刮骨疗伤 实在救不过来的穷地方就扔了 债务都拖着 只要不宣布破产 我们共产党的政府就没有破产 这一说 二 政府财政费用使用效率要提高 把钱花在刀刃上 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拖过二十大 在此期间保证不要出名辩 比如烟台苛扣教师收入的事 在中央眼里 只要钱搜刮来了 老师们也镇压住了 那地方就有功 正所谓 一个好的皇帝 必须先是一个优秀的户部尚书 你要会算账 会管钱 只可惜我们皇上书念的太少 他不懂经济这东西是多维度的考量 并不是说你把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自己手里 财富的使用效率才是最高的 也不是说你藏富于民 国家就会穷 皇帝就会没钱花 二来 打造高压的警察社会 让更多的基层打手 只会让维稳费越来越高 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那就是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 不稳定的因素却越来越多 然后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维稳 另一方面 体制内外有限的财富逐渐向维稳事业转移 以此循环螺旋下降 那大家也看见了 现在已经到了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们 开始减薪的时候了 简而言之 离体制外出张献中 体制内出李自成的日子 怕是不远了 不要说现在皇上手下那些人 都是忠心有余能力不足的庸才 就算是诸葛孔明在世 穷兵赌武也只是一场豪赌啊 就咱们皇上这点智商 折腾了半天 怕是还没出兵啊 这国就先亡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